應該叫經理吧 就不叫廠長 應該有住這裡 那其實那時候可能就跑跑去啦 沒有藏住的感覺這樣子 那所以那時候就 所以那時候改名叫廠長宿舍這樣 因為後來就是合併嘛 然後鳳梨工廠沒做了 所以就生病後改名在廠長宿舍這樣 那這間2007年不知道住了幾年 那中間就有空下來這樣子 那其實以台航的風格就是 你不問我不講 這個沒人知道這房子可以住的 沒人知道 他就擺著這樣子 那到了2014年還是2015年的時候 有一組年輕人從高雄過來 姓劉 他們就是在做所謂的創業輔導 大概2014年、15年、16年那陣子 中央政府很推動青年創業 這樣那他們就跑到台中來 然後推動創業輔導 那所謂推動的就是 就是把這個空間 把這個空間變成所有的共同工作空間 就是你要成立公司 你東西找辦公室 就來這裡 這邊有 其實那時候的格局就這邊很多小桌子 對 你就一個桌子就可以辦公 這台北就叫Cogging Space 共同空間 其實那是蠻有型的 然後他會去聘請一些北部的顧問 來輔導這些的青年 等於說你還沒有成立公司之前 就可以開始創業 就租個小房子上工作 就開始做事情 對 那我是那時候認識他 因為那時候我在台北是做創業顧問 我創業顧問 那我曾經被他 請來這邊 輔導這邊創業青年 然後那時候就愛上這個地方 超喜歡 晚上好安靜好安靜這樣 對 所以我每次在這邊出差 我就會三天以上 就是結束之後自己 像最近 那上次是 我看我臉書跳出來 2016 17年 我結束之後帶腳踏車 就騎到 裡面去了 對